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是有关于相对的量 那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题目 以海平面当作基准点 海平面上方五公尺 计成正五 这个不是念成加 这个呢我们就念成正 正五 那另外呢 这个很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跟正相对的叫做负 负六 这个字也不是念成减 这个字念成负 所以呢这个叫做负六 好正跟负呢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数学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性质符号 这是之前有说过的地方 那海平面以上五公尺呢 计成正五 那海平面下方呢 如果上方计成正 那下方就计成负 下方三点六公尺如何表示 就计成负三点六公尺 那反过来说如果上方计成负 那下方就是正 负跟正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念成加减 加减是运算符号 那这里呢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数学上呢 把它叫做性质符号 第二个题目呢 以全班成绩的七十分当作基准点 小乘数学考六十 计为负十 好 这个字呢 也不是念成减 计成负 那什么叫负十呢 负十的意思是说 比基准点 比基准 比基准点的七十分 还要少十分 比基准点的七十分呢 还要少十分 少十分 我们计成负十 那如果说有一个 另外一个同学叫小智 小智它考八十五分 那我们知道八十五分 是在七十分之上 之上几分呢 八十五减七十等于十五 所以呢 它是在基准点七十分之上 十五分 所以我们就计成十五 或者是正十五 通常我们当作性质符号的正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省略 不写 所以你可以写成十五 或者是正十五 都可以 好 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以小君家内存货为例 每天吃掉的冰棒量 可以用负来表示 吃掉 吃掉就是少掉的冰棒量 可以用负来表示 那增加呢 就可以用正来表示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是有关于输赢 假设 这个赢钱呢 通常赢钱 我们会用一个正 如果赢钱用正来表示的话 那输钱呢 我们就用负来表示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那如果说呢 那如果说呢 赢钱用正来表示 那赔钱呢 就用一个负来表示 这个不能念成加减 这个都念成正负 因为它是性质符号 它代表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 如果向东走 用正来表示 那向西走呢 就用负来表示 反过来说 如果向东用负 那向西就用正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